我們家三台的那個腳踏車都是 我唱歌得啦 所以都不用買腳踏車 太厲害了 許富凱 我看好你以後會的金曲歌王 因為我曾經訪過一個金曲歌王 也是這樣跟我講 從小就開始靠著歌喉 就賺了大家家裡很多的家具 從小你們兩個在南部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你那時候怎麼看隔壁這個小男生 那時候他小時候超花俏的 花俏 幾歲那時候 因為他們家好像是做那個美容美髮的 然後因為我們小時候不懂嘛 所以大部分身上的那個行頭都是 爸爸媽媽去準備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他就是 妝很濃 妝很濃 今天在這要特別為我們金曲百老匯的朋友 介紹一對新的金童玉女 許富凱 曹雅雯 歡迎你們 凱雯哥好 小愛哥好 我是許富凱 哈囉 我是曹雅雯 小愛妞 他們兩個站在我身邊 我想到誰你知道 誰 洪若洪加江蕙 謝謝 不然就是楊宗憲加上那個 謝金燕 謝謝 有人講過嗎 洪若洪大哥跟江蕙姐 有人講過 你們歌喉是跟他們很媲美的 很有潛力 謝謝 那個樣子很像楊宗憲 我以前訪問的年輕的時候 真的 真的 這麼青澀 請問你們兩個 到底在過去參賽之前認識 其實我們很早就認識了 很早就認識了 大概國小就認識 是嗎 為什麼 對 是什麼樣機緣下認識的 因為南部 我們都是南部的小孩子 對啊 南部會舉辦很多歌唱比賽 因為那時候景氣比較好 對 然後舉辦很多歌唱比賽 然後那時候我們很小就出來比賽 所以就認識 就互相知道是對方的獎 妳聽到有南部景氣比較好 所以他們可以去常常參加歌唱比賽 對 妹妹 妳賺過最大的獎是什麼 那時候因為會有很多獎品 對 那包括獎品就是可能電視機 然後電冰箱 腳踏車等等 妳得到最高的獎品是什麼 我曾經得過電視 好像電視還電冰箱 好大喔 那富凱呢拿過什麼大獎嗎 我記得洗衣機 我記得喔 還去開貨車把那個洗衣機載回來 真的喔 對 然後我們家三台的那個腳踏車 都是我唱歌得來的 所以都不用買腳踏車 太厲害了 許富凱 我看好妳以後會的金曲歌王 因為我曾經訪過一個金曲歌王 也是這樣跟我講 從小就開始靠著歌喉 就賺了大家家裡很多的家具 家用品 家用品 所以你們那時候 從小時候就開始那邊比賽 有沒有對彼此有什麼樣印象深刻 是覺得對方是個勁敵啦 還是有記得什麼樣的 那時候雅雯真的是個勁敵 因為他 一出生那個聲音就好甜美 然後那時候成績好好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歌手 雅雯 今天怎麼講話這麼好聽 上電視嘛 妳要講真話 妳從小有看好他嗎 到底你們兩個誰是學姐 誰是學弟啊 雅雯 學姐 我比他早大概快一年先過關的 在友台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在友台比賽 那可是從小你們兩個 在南部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妳那時候怎麼看隔壁這個小男生 那時候他小時候超花巧的 花巧 幾歲那時候 因為他們家好像是做那個 美容美髮的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小時候 不懂嘛 所以大部分身上的那個行頭啊 都是爸爸媽媽去準備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他就是 妝很濃 妝很濃 我跟妳說 妳講的真的沒錯耶 真的 因為我現在發現一個狀況了 不是妝的問題 妳家絕對是開美容院的對不對 對 不然妳媽怎麼會給妳擦指甲油呢 啊 講到這個 因為呢 我是在學這個的 對 是啊 我是學美甲的 美容系 哇 濕濕濕濕 濕濕濕 對 學美甲來唱歌 那妳是學什麼呢 我是翻譯的 我是翻譯系 她翻譯系 對 翻譯系 就是文學啦 還是電影什麼 就是口意跟比意的 難怪 好厲害喔 妳有沒有發現雅雯氣質就是不一樣 我講真的 是有一點文學氣質在臉上的感覺 很棒 好棒 很棒 妳們兩個是 是因為比賽才開始出合集 是不是這樣的 雅雯呢 在她去年的時候出一張專輯 對 去年的時候 那我有跟她合作 在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叫 編編 對 我跟她合唱的 那現在呢 就是 換富凱 出了這個 她第一個作品 所以 裡面的也有一首歌 也是我跟她合作的 什麼歌 叫做 煩 對 煩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煩傳的煩 就希望可以一路順風 對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希望能經過大風大浪之後 還可以平穩的 一路順風的在一起 很有意義的歌 是 那我猜你們兩個 只是兩小五猜的好朋友 對不對 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有啦 就是錄音的時候 有什麼 講一下嘛 我錄音的時候有就是 比較對雅雯有種愛慕的感覺 錄幾束限於錄音 是 還有拍MV 拍MV 說這個拍MV 很害羞 我的第一次這樣獻給她了 什麼第一次啊 你講好 不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 沒有啦 沒有 那時候我們因為煩嘛 所以我們在那個漁港 在港邊對取景 然後就是有漁目的是 他要從後面抱著我 然後頭就靠在我這邊 我長這麼大事 第一次他是第一個男生 有男生靠在我的肩膀上 對 不過你放心 等一下唱這首歌 我的預感沒錯 你們兩個絕對是 精童玉女 哇 你們就知道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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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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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路是空哪里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過了 彼岸 穿過前的飛海 你真相愛 你真相愛 前來 遺路順風來 遺漫 今生你是君的人 今生死寶寶寶寶 有一首好聽的經典的布袋戲主題曲 哪一首呢 《恨世生》 這麼一講這個是布袋戲的歌曲 好像很多男歌手男女歌手都喜歡唱 像是琪琴啦 吳白啊 將會二姐 不過這首歌到底在唱哪一齣的布袋戲啊 雲州大如蝦了 我們那個年代的蘇元文知道 史燕文知道 你知道當時有一個女士呢 她可能應該叫小姐了 成於落雁之美 就叫做恨世生 她應該算是 我講起來她好 叫康誠公主 她因為對史燕文情有獨鍾 可是中間的過程好複雜 重點是好像那個總嫁人 常進人在密謀一些事情 最後她發現了真相以後 我們的恨世生放下仇恨 用愛去化解一切 就幫助史燕文完成了大業 了不起吧 真的很了不起 那今天是哪一位了不起的歌手 來為我們演唱這首歌曲呢 來自南部這一位新秀歌唱比賽 表現非常出色 你聽她唱恨世生 跟您剛剛提到的 不管五百也好 唱得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囉 耳目一新 許富凱 帶來這首 恨世生 我愛你 我愛你 苦苦苦的老人 變成功 我愛你苦苦的老人 變成功 我愛你苦苦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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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嘴是真大 無分流生的渡湯 我分妳高的人 吻妳是人 我分妳高的人 吻妳聽聽聞 親親愛他無才感 妳若一唱三個月 吻妳三個月半 吻妳三個月半 好 也很好 我森林 我森林 是 我森林 是我 我森林 我森林 都不可 而且 我森林 我森林